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去了太子吃日本东西 里面的环境比想像好 有一种日本小店的感觉 外面很热 冷气很够 中午时段会比较多人 我们两点左右就会松动一点 4点半至6点是落场时间 这里有很多款食物 下午有特价当饭 寿司定食 和和风定食等等 也可以散叫 虽然餐饭没写到 但都会配了一碗面士汤 面士汤都不错 有几粒蜜肉和少少昆布 喝起来挺浓味的 挺好喝 但单吃蜆肉会觉得有点声 用了日式方方的饭盒装着 比较旧一点 边边有点脱色 有七片牛豉 牛豉有些大快点 有些小快点 有些厚一点 有些薄一点 大小厚薄 但清一色也是煮得非常丰 它又入味又不咸 超重牛香油香 还有很多肉汁 烤汁甜甜的再大一点黑椒味 我们觉得真的很好吃 有些牛豉 要么不够厚 要么不够腍 这个很无敌 但有点可惜的是 饭的口感比较濕 和淋了一点 不太有咬口 不过都很够热 而且烤汁都够饭 也不会说有很多白饭 其他人够不够饱 你呢? 我饱 寿司定食和刺身定食 它都没有写明是什么鱼生 可能要看回当日的来货 不过都有写 如果对食材过敏 记得要跟店员说 刺身定食是88元一份 麻生超美 颜色很纷纷 很丰富感 麻醬豆腐也挺大 还有个小前菜是榨蟹茄 这个普普通通 有些像小时候中学小食部 会吃到的味道 嗯 都五十多年前 哈哈哈哈哈哈 每款刺身都有两片 三文鱼超级厚 我觉得正常这两块是可以做到三块 但它决定做两块 它不是放头会吃到的那种 是真的有三文鱼味的三文鱼 嗯 是那种真的有三文鱼味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有点怕吃吞拿鱼的刺身 刚好这一款它有烧过 所以会没那么腥 但里面的外圈会有粗糙一点 嗯 还有吃起来是有筋的 但是都可以 甜蝗是圆脂连鱼头的 都是很新鲜 很鲜甜 鲜甜的 好吃 鲜甜的 鲜甜的 鱼甜的 鱼皮肉的口感很远 一点都不腥 平常我吃的是没有什么味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 上面有一些鱼子很脆 整件事 软得也有点脆 颜色上面也很好看 它还是隔了花 咖啡,掌聲鼓勵 刺身的質素完全比想像中好很多 我們都吃得非常開心 擺盤又漂亮,份量又不少 吃下去還要好吃 迷你蔥花烏冬的湯底 它有少許醬油和麻油味 是扁身少許的烏冬 比較滑的,但不太有咬口 我們會喜歡吃嚼勁的烏冬 一個有11款和風定食 最便宜是$68起 其實鰻魚是看你需要不需要刺身和湯 如果只想吃鰻魚飯,可以叫$62多飯 我看別人的相片都會有一條份量 但定食會豐富很多 牛豉也可以選配定食 $68份 跟身的市身有三文魚 筆記背 跟帶子 跟剛剛質素一樣,都很好吃 鰻魚是圓條切一件的 不然是比較有彈性的鰻魚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皮質很厚、很韌 不是很軟香那種 还有比较多骨 我们就觉得普通 不过鲑鱼汁也挺好吃 饭有跟着少许饭素 总体而言 吃完我们最推荐第一次试的 是我们今次没有试的牛舌定食 便宜的又可以吃到牛舌 虽然不知道有多少块 还可以试刺身 68元可以试一次的水准 看自己喜不喜欢 我们真的挺推荐这家小店 如果它是接近我的 我真的会常来吃 随便 袋子... 袋子是...1粒开接耳片 哈哈哈哈哈哈 一共有11款 一共有11款和冬甩 哈哈哈哈 和冬甩甩 蚊條是 蚊條是圓 圓圓切了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圓圓是誰 哈哈哈哈 好多謝大家看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的包包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叫旁邊的鈕 拜拜